镜头转回台湾 中国经济持续放缓 国安局长蔡德胜昨天表示 大陆台商面临三成倒闭 三成苦撑的惨况 今天经济部则是加紧吸引台商回流 举办投资台湾高峰会 共达成20家企业300多亿的投资 其中大陆台商就占了3成5 经济部和20家知名企业 签订回台投资意向书 总投资金额高达新台币378亿元 每笔投资金额都在3亿元以上 其中大陆台商企业就占了3成5 对于国安局长蔡德胜透露 大陆台商面临三成倒闭 三成苦撑的惨况 经济部次长梁国新表示 人工比较贵了 所以这方面的成本上升 所以如果台商不能够转型升级的话 有一些的产业会面临一些困境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我不知道具体的百分比 我们也不好讲 怎么样的能够利用台湾的研发的能力 台商回台建立研发中心 来提升它的经营的效率 大陆投资环境力连4年下降 台商持续面临缺工缺电缺资金的困境 全球最大的罗斯制造集团 已经准备在台用100亿 打造物流营运中心 也将10万工作机会带回台湾 到中国 到马来西亚 到越南 到处奔波 但是那里都不温暖 被骑压 被罢工 被勒索 我们很想回来 这是我们的家 那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 真的把国家好好的救起来 包括亚洲第一大高阶再生交大厂 全球扬声器代工大厂 都用行动表示回台意愿 接下来就看政府怎么抓紧回流潮 端出相应政策及效率 新唐人亚特电视 成交情侦 台湾台北报道